F张元英视觉效果再次受到韩国网友们讨论 被称为第四代偶像女神的张元英总是抢尽风投 近日张元英出道以来第一次刘刘海 引发了网友们的订阅 当时张元英在自己的INS频道上发布了拍摄MV时的照片 张元英在照片中写道 一二位终于为你们准备好了 MV和歌曲中有很多我能体会到的故事 希望你们喜欢张元英公开了新发型 公开的照片显示张元英正在拍摄一二位的MV 尤其是张元英的妆容和刘海引起了人们的订阅 照片中张元英刘海低垂自i-so你来 张元英从未展示过刘海发型 张元英像平静的变换着心情的娃娃 秀出刘海的张元英展现了可爱的外貌 同样展现出魅力而受到订阅 张元英也表示 我正在拍摄 元英这个角色 这是一个克服困难和逆境的角色 同时 他还附上了 我可能会爱上你的可爱言论 并表示 只是一个玩笑 我想尽快见到你 表达了对粉丝的喜爱之情 不过 还是有挑剔的网友 发现了一些端倪 有韩国网友称F张元英的鼻子是假的 因为他说话时 鼻子比例似乎在移动 为什么会这样 有韩国网友 在其中一场活动中 分享了他对F张元英鼻子比例的怀疑 由于张元英面前有一个小麦克风 可见他正在出席活动 当时 网友注意到了张元英的说话姿势 但却错失了他说话时 突然下垂的鼻尖 当张元英转过头说话时 张元英的鼻尖 随着他的嘴唇而突然上下起伏 所以该网友推测他是假的 并在顶部进行了操作 使其看起来很锋利 不过 也有网友表示 张元英的鼻子不是假的 可能是因为鼻子肌肉的运动造成的 这很正常 不过张元英并没有因为涉嫌假鼻子 而受到韩国网友们的批评 反而因为鼻子而让张元英更火了 因为他说话的时候看起来很可爱 他的鼻子随着嘴唇的动作而移动 以下是韩国网友发现张元英F说话时 鼻子会动的另一反应 是的 很奇怪 但是很正常 因为鼻子肌肉会动 不要觉得奇怪 其实张元英是什么物种 为什么会这样 我看到他的鼻子做了手术 很奇怪 为什么只有鼻尖在动 如果是自然的话 只有尖端在动 我尝试过 但没有像张元英那样发生 听着 如果张元英整容的话 他的鼻子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我尝试过 但我无法像他一样 很可爱 他会动的鼻子 其实看起来很可爱 真有趣 别欺负他 这样的张元英 看起来很可爱 此外 张元英所属女团F在25日发布了新歌 一二威的MV 已经推出 就直接登上YouTube全球流行趋势榜第一名 与此同时 F将于下个月6日预发行Offer Record 计划于13日发行主打歌 被递的新专辑 F将于10月13日发行首张迷你专辑 F Mind 第一次世界巡演也即将到来 说乌台HF将于10月7日至8日在首尔残世室内体育馆举行 对于 有韩国网友提出怀疑 张元英的鼻子是假的 因为他说话时鼻子可以移动 大家怎么看呢